我们家的小孩非常的挑食,但是每次做这个鸡腿饭都非常的有胃口,每一次都能吃两大碗饭 家里边有挑食的孩子一定要试一下 准备两个鸡腿,把里边的骨头给它剃掉 把鸡骨头剃出来之后,然后用刀尖在两边给它剁一下,这样会比较入味 剁好之后,再把鸡腿给它腌制一下 放一点点生姜去腥,再放点米酒 放适量的食用盐,给它搅拌均匀,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 腌制鸡腿的时间,我们先来准备一点调味料,放两勺的生抽 再来一点点老抽上色 再来一勺蚝油 来一点白糖,提鲜 再来一勺生粉 放小八碗的清水,给它稀释一下 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,放一边备用 起锅烧油,油热之后,然后把鸡腿放进来给它煎一下 用小火慢煎,把鸡腿的两面给它煎成有点微黄就差不多了 鸡腿两面有点微黄之后,然后再把料汁倒进来 倒了料汁之后,然后用小火慢焖入味 把里边的汤汁收的差不多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 这样做的鸡腿鲜香入味 家里边的小孩子非常的喜欢吃 你也赶紧给孩子安排上 我们下期见